示範這台空氣清新機 它是深保的80年的紀念機種 先把開關打開 開關打開 上面的出風口就會張開來 然後張空氣會從後面吸進去 從上面吹出來 然後呢 上面這個是觸控式面板 然後為了怕小朋友誤觸 所以這邊會有安全鎖 按三秒就會unlock 然後這個是pico-pure 按下去這邊會發亮 然後這邊有個亮度啊 亮度是指正前方這個面板 它會顯示現在的空氣狀態 那如果你覺得你現在睡覺啊 想要暗一點就把它調暗 或者是關掉 或者是全亮 那一般我個人是把它調到全亮 比較明顯 然後再來這是定時開關 好可以設定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或者是八個小時 或者是不要定時 這個定時開關就要看你自己的選擇 再來是我們看看風量 現在是自動 自動就是讓它自己去偵測空氣品質 自己去偵測空氣品質 然後呢 現在是低風量的聲音 我們現在把自動關掉 去調整一下 低風量的聲音 中的 可以看到風扇速度比較大 好這是中的風量的聲音 再來是高 這是最大聲 通常到這個 就是如果你是開自動 然後偵測到高的話 偵測到空氣品質比較糟的話 比如說有人抽煙啊 或者你正在打掃家裡啊 就會自動啟動這個高速運轉 那就看你房間的平數大小 來決定你這個空氣多久 可以把它清除完畢 好 再把它切為了自動 好 那前方這個啊 就是有顏色會顯示 現在的空氣品質 綠色的話就是 表示現在空氣是好的 然後橘色的話表示不好 紅色的話表示是最不好 好 看一下外觀 後面是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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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空氣偵測會從這邊去偵測 背後的這邊 那如果要換濾網的話 換HEPA的濾網的話 可以從這邊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更換 打開來更換 有兩層 單手不好裝 先不要裝 再回來看一下正面 其實外型是蠻漂亮的 很時尚 而且看起來是很簡單明瞭的操作方式 好